7月26号推测可以免费获得的外观 陆服除了送狂欢之椅套装 还有免费玩具销 狂欢之椅套装样貌展示 但在岛上还会增加第五人格专区 有求生者的等待位置 与监管者的等待位置 甚至还有密码机 与狂欢之椅 另外陆服还有新的模式 逃出惊魂业 目前还不确定全球服会不会有这个模式 玩法跟第五人格类似 甚至也有校准判定 确定会出的话小呆瓜之后再做详细介绍 让弹仔体验一次来到庄园的感觉 拿着咸鱼摩拳擦掌的感觉很有威慑感 最有趣的还是被淘汰的狂欢之椅了 真的飞得超级高的 另外确定8月2号是动物方城市上架联动 目前有陆服官方爆料出部分活动 比如免费获得的小巷装 甚至还有表情玩具等等 最重要的是抽取三只角色极其的话 还能免费获得交通车载具 等详细活动出来了小呆瓜会再跟瓜子们讲解的 想继续看更多有关弹仔的搞笑片段 斗具实战画面 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弹仔的第一消息 参加任何抽奖活动 记得关注我哟 也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有时候会办抽奖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